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都想买一盘月子来增加一下实力的环境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象征平安安 富贵吉祥的一种环境 它就是平安符 首先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平安符的样子方法 首先是图囊问题 你刚买的平安符你换本书 必须得给它配合图 配合的时候图子你等会给它配合一下 你用怨图和荷刹图加上负质图给它来进行配合 因为平安符它是锡丹性图的 你假设广路弹怨图给它配合的话 脚肥它不透肥 代表是它这个图子不称繁性繁荣 会导致这个叶片下垂的现象 尝了以后它这个配图偏见了 把这个叶片都下垂了 代表是这个脚水方面 你给这个平安符脚肥的确得健康健康 特别这个总结 你要是脚的怪湿了 它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忽乱的现象 你整个夏天脚的过湿 或者脚了肥 过湿了 它容易导致的烂肥 过干了以后配图 它很容易导致这个叶片下垂 导致这个干边的现象 再一个是这个广州方面 这个平安符虽然是吸引的发挥 你要夏天的时候吧 必须得给它适当转移 你假设要是关于这个窗房保湿了 它很容易导致这个叶片干边而现象 这个温度方面 整个季节的温度 你必须得保持在这个适度以上 这个平安符是不抗动的 你整个湿肥吧 整个季节尽量不用湿肥的 因为关于湿肥 这个东西的温度很低 它不吸收 不吸收的情况下 你上汗肥料 很容易导致把这个根部捎来 这个汪汪这个温度通知吧 羊的这个平安妇女 这个一家片冬天这个带室内 它管理这个密房必要严导 很容易导致这个冬春海的危害 特别是这个 其他这个河半病呢 或者是这个干边的现象 你可以就是提前给它用这个 挖移力给它预防一下 并且那个 建议这个中午的时候吧 你把它放到羊片上以后 你可以给它上这个一家片 给它陪美飞 把这个爽边这个药 给它配搭干净 增加它的光合光容 特别使这个药片 用力光亮 好了 北特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